随着K-pop日益发展 不仅行销手法多变 专辑小卡等周边 到演唱会 见面会等活动 都深深吸引了不同族群 及年临层的粉丝们 然而近日 连韩社就针对几位家长 进行访问调查 不少家长都透露了 对孩子追星的花费 感到相当有负担 像是某位受访家长就表示 最近就独高一的孩子 要求参加歌手塞的演唱会 虽然帮子女买票时 还假装若无其事 但真实票价 却让家长内心非常惊讶 家长表示 最普遍的战息 是165,000韩元 即使是用学生折扣 20%也超过了13万韩元 包括当天吃饭所需的零用钱 和交通费等在内 至少会花上约20万韩元 然而据17予于售票系统 Interpark门票上公布数据表示 今年购买歌手塞演唱会的 时代岁青少年 占了全体的5%左右 与2022年的10多岁年龄层相比 从1%到2 增加了两倍以上 由于10到20多岁为K-pop的主要顾客群 但K-pop偶像的演唱会门票销售价格 最近几年 却上涨了30%到50% 普通习15万韩元 VIP喜悦20万韩元 完全与现在海外流行歌星 来韩国演出的价格相比 也毫不逊色 接着报道也举例到 今年4月 在首尔世界体育场举行的 Seventeen演唱会的票价 为13万2000韩元 到19万8000韩元 5月NCT Dream的 高尺天空巨蛋演唱会也是15万4000韩元 到19万8000韩元 但这些团体在2019年时的价格却是12万1000韩元 随着K-pop的全球性元气 偶像的身价暴涨 加上疫情期间被压抑的庆典 演唱会需求爆发 所以票价以可怕的趋势上涨 问题是 没有经济能力的未成年人 观看演出的费用 全部转嫁给了父母 此外就有家长表示 虽然很贵 但也不能总不让孩子买 担心孩子用错误的方法凑到钱 所以经常给他们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很有负担 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 好像也比以前涨了很多 然而 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 并非没有原因 曾因给购票失败 而灰心丧气的孩子 花40万韩元 买了黄牛票 虽然说 孩子在演唱会上的追星 的确让孩子在学业上 多少有些动力 但好像 没能培养正确的经济观念 所以产生了怀疑 但对业界的立场 是舞台设置费用 租赁费 因此演唱会价格也不得不上调 据悉 在离泰院惨案发生后 多人流的安全管理费用大增 也是原因之一 因此即使价格上升 但与过去相比 净收入也没有多大差别 考虑到对门票价格的指责 如果维持演出价格 也只能透过销售周边产品等收益来填补 因此粉丝的支出 可能没有太大差异 报道曝光后 很快就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 不要说未成年了 最近黄牛票 连社会人士都觉得很负担 应该是要让小朋友自己存零用钱 如果有成功买到票 再让他去就好 什么都满足他们 也很奇怪吧 谁不是存零用钱 跟压岁钱去的呢 不是为什么要买黄牛票给他们呢 但是演唱会的票价太贵了 但也不是一定要送去吧 就让他们自己存啊 为什么要买黄牛票呢 坦白说 只去演唱会已经很幸运了 如果连签售会都去 父母的钱才会用烧的吧 我记得是从hype开始的 之后票价就回不去了 我认为什么都给 好像也不是好的教导方式讨论相当热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